最新一期的DOTA第一视角 那么今天呢 由于我看了很多评论 说的情书 这个6.83我怎么打 也打不好 老是被虐 你能不能做一些比较热门的英雄 那么没错 我听取了各位观众的诉求之后 我今天就做了 这个从古至今 最灵动 最飘逸 而且呢 最最大 就是在这个版本 最热门的英雄 叫做风暴之灵 这个英雄呢 在DOTA已经是火的不行了 那么大家可能 我说了这个英雄 大家可能看了改动 这个英雄也没有什么改动 他怎么会成为最热门的 最热门的呢 那他以前中单不是也 老是也很惨 老是被人游走 六季之前都没有什么逃生计的 没有错 这个英雄 他是没有多大改动 但是呢 他的这个打法变了 你看之前怎么打 就中路 斜平 然后到六级 一定要去打架 然后死憋 那个子愿 所以说这个英雄 他不热门 之前还没有那么热门 但现在就打法变了 虽然说没有什么改动 他现在什么打法呢 就是大概就是以战线为主 打架以收割为主 之前这个英雄打架 基本上都是打先手的 还甚至有人出BKB 现在才发现出 如果裸一把BKB的话 他成长会非常的慢 你要知道这个英雄 他 有一点也能使他现在变得热门 就是因为呢 蓝猫上下两路都有 就是这个版本上下两路 都能控服了 然后呢 这个由于血精石的改动 更加适合 更加合适蓝猫的这个发育 所以说现在蓝猫以战线 以发育为主 知道吧 这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在视频的开头 这短短的时间呢 我就稍微表现了专业一点 让大家真的想看视频的同学 不要着急观视频 不然你观 好 其实这个版本呢 有许多路人玩家 还不是特别了解 如果这个神符不给中路吃呢 其实是很亏的 那么现在我们一开局呢 我打了一个 那个赏金就打了一个问号 然后拿了我们这个牛头的一血 看来非常的嚣张 他们上路不是一个人 我中路打了一个活女 这个活女在这个版本也是非常凶 为什么说他凶呢 因为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 他的这个弹道变厉害了 然后他的三技能好像也变厉害了 现在都是主一负三 二技能 二技能加一点的多 DOTA2都是这个打法 你看我是身为一个解说 有趣不停的学习 为了给大家做好更多 更专业更好看的视频 其实现在说实话 我已经完全没有 说的夸张一点的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个人时间 已经完全没有私生活了 所以说为了我的这个以后着想 谁家的闺女借来用一用 回来的话就还你一大一小 好 现在这个活女可以和活女怎么兑现 因为活女你看他用地来消耗你 虽然说 虽然说他他补刀可能弹道不如你 对不对 没有你补刀没有你厉害 但是他用地补刀在耗你 我感觉还是有点受不了 所以说刚才如果那个神父给我吃的话 我开局我跟你说 不夸张的说就带一个大雪瓶 因为他开局只能耗你 在耗到你 他大概200多点血的时候 你吃一个大雪瓶就继续补刀 不然现在的话 你看只靠吃数回血是很慢的 如果啊 你看这活女的走位已经不正常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要注意什么呢 我要注意 你看队友已经打字了 赏金miss 因为他这个走位啊 如果他跟我单对单一个人的话 他就走位就是没有什么必要 所以你看我现在这里放了一个残疑 漂亮 啊 什么叫做意识 啊 真的这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你要看 我就知道蓝猫啊 打这个英雄 如果有人来游走你的话 你和打蚁魔一样 一定得忍 而且你打一个活女 如果你就像刚才那样啊 被这赏金游了一次 然后呢 再被他拿了一个人头 啊 加了钱 又有了等级之后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他肯定 基本上能够比你先到六 啊 先到六了之后 他一 他那个大招是很猛的 啊 如果他先比你到六的话 你基本上中路已经很难占线了 但如果你去打野的话 还有一个赏金 啊 所以说我这盘呢 打得比较猥琐啊 而且前期 这个 对 就烈士路的 咱们家的帕克 一直和我抢 抢服啊 他可能就是 他可能 我 还好我现在有自己的瓶子啊 就是希望有瓶子之后呢 这个服能给我 因为上路的服我不太敢 不可能去控啊 有个赏金 前期两三分钟我打的不算很顺 因为赏金一直一直没有漏头 漏头 大家可以看到 说明赏金对我啊 非常有想法 而这个活女呢 又过来给我放地了 已经越冰线了 由于我的补给全部用完啊 我现在只能这么打 你要知道蓝猫这个英雄啊 他是打连招的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叫连招吗 就是让别人啊 连防都不能防啊 所以说 这活女啊 忍你我可以很久啊 杀你我只需要一秒钟啊 虽然说现在被你压得跟 跟个智障一样啊 但不要着急啊 那跟大家说一下蓝猫的加点 那基本上呢 现在蓝猫这个主被动的比较多啊 就是主V的 那主V他 就是主V他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他是单挑很猛啊 然后就是还有因为 他可以配合他的大啊 来打出很高很高的伤害啊 之前呢 基本上都是主R或者主1啊 就是主2 那么哎呀 你看这被 这给他压的啊 这给他压的 我现在如果不死就行啊 不死的话 我还能利用这个神服的时间 来吃个神服补给一下 还能利用呢 就是在线上能够吃吃经验啊 好 这个帕克又来跟我抢服 还好这次我比较机智啊 你看这个赏金一直盯着我 赶紧我开了 车的加速神服 又来现场混经验啊 这赏金啊 这赏金的上路不去 老是来弄我啊 那么趁这个不能发挥的这段时间啊 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主V 主V呢 他在线上好补兵好压人啊 他现在怎么好 怎么好补兵呢 基本上如果近战的话啊 不太敢跟你就是肉搏了啊 比如说你你补兵的时候啊 或者他补兵的时候你你放一个R啊 这个混击是杀不掉的 我已经不让上去了啊 你放一个R 然后呢 你这时候他如果中你这个R 同时你还出现一个被动啊 你看就 哎呀我想我想就完了 真菜 其实我我 如果我单中的话啊 我估计是被压 但是不太会死 因为我不知道牛 其实也不能怪牛头啊 还好我们帕克来收拾了 这个帕克已经大杀特杀了 看来是个大神啊 怪不得要和我抢服啊 这个时候的帕克 之前还自己买了一个鸡啊 很酱啊 这个牛头刚才他先一个F 然后又一个E打这个活女 我没有看懂他的意图啊 然后之后呢 之后我看牛头这么狠啊 然后我也发个狠劲啊 没有那就给活女给剃倒了啊 给一趟秒死了 由于前期呢 我这个赏金真的一直在中路啊 所以我前期真的不能随便乱懂 但你你其实说真的 你看我这个补刀其实还可以啊 因为挂机挂了这么久 还有十将近十九个补刀啊 说的好听一点呢 就是五分钟二十个补刀啊 那现在呢 你看我学乖了啊 有了瓶子之后呢 呃 我还带了一组树和带了一个 你看你看这个时候呢 他杀了 哎哎 你看好小子啊 要是有篮大的话 我又被你给弄死了啊 我没看错啊 你就是那扶上墙的烂泥啊 这好啊 这活女呢带了又更新了一个大魔棒啊 但是像这个版本啊 打中单 我之前就说过 基本上不会特别吃亏啊 就算你中路被油被压了 你只要就掌握好空服的节奏 你看他虽然一直递我 但是他递我有一个好处 就是一直一直要清兵线 一直让兵线给过来啊 那么我就成这个时候呢 我多补几个刀啊 你看他又递了一下 没事 这时候补给已经带够了啊 那么现在蓝猫呢 中路基本上一般呢 如果对面有个龙鹰啊 那种技能很多的 小技能很多的话 龙鹰被秒啊 然后你前期对线又没有优势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出什么装备啊 最好呢就出疯胀啊 不要憋那个谢金石什么的了啊 你看 小的还能还跟我俩 跟谁俩呢 跟谁俩补刀啊 鞋子已经运到了啊 这个活女吃了个双倍 非常的嚣张 又想递我一下 其实我现在就算真的想冲上去 但是我 但是我就就害怕 又害怕有人啊 那时候我队友来了 我喝了一口磨瓶 还是不敢上啊 因为他来比较多 你看他一个递 他递我一下我就空血了啊 那刚才说如果你被压的话 如果有龙鹰这种沉没技能的话 你出一个疯胀性价比比较高啊 然后如果像我这局的话 你看对面什么阵容 给大家说一下 对面呢啊 伐木鸡 赏金啊 宙斯 小狗 家伙女 那么这个时候你 呃 对面游走能力 其实不是很凶的 尤其是到蓝猫到六了之后啊 你可以出这个 你可以编血金石 那血金石比之前可好出多了啊 呃 特别是蓝猫热英雄 你你瓶子夹腿之后啊 或者你甚至都不用夹腿 你直接做一个灵魂戒啊 然后灵魂戒 然后慢慢的再合出来这个 震魂石啊 之后啊 再买一个八百块钱的血金石的卷轴 你就有血金石了 那么在这之前呢 其实最最有性价比的还是灵魂戒 因为灵魂戒这个道具放在蓝猫身上呢 你看又能回血又能回蓝啊 然后他还能够提供给你一百五十的魔法啊 但是你要扣一点血 但是没有关系 你看这个宙斯可以看到啊 我这边喝了一口魔瓶 补满蓝 直接往他走的地方飞 再R一下 再A一下 再A一下啊 蓝猫这个英雄 他的特别的核心啊 这期视频我一定得先教大家啊 怎么样打好蓝猫的一套连招啊 尤其这个和Dota2Dota1和Dota2还不太一样 你Dota2的话 你其实很多极限操作 能够操作的来 但是Dota1呢 就是很多细节方面 你可能 如果你玩Dota2的话 你就感觉Dota1的蓝猫 其实和Dota2的有一点不一样啊 哪一点不一样呢 我就举一个例子啊 它Dota2的蓝猫 你滚一点点一点点路 就是一点点一点距离 你也可以打出这个被动 但是你Dota1的话 你滚一点点一点点距离 有时候这个被动是不出来的啊 我不知道是bug还是怎么样啊 这个时候 我的蓝已经滚光了啊 Pug没打的话是杀不了 所以有时候啊 你 如果是单杀的话 当然你可以追求极限啊 但如果打团的话 能杀人 就杀 不用太追求极限啊 然后还有这个滚 他的大招呢 其实是有一点预判的 就比如说你大招滚过去 如果你没有滚到 他在走的那个位置的话 是不伤血的啊 应该是不伤血的 只有一个被动的伤害啊 所以你要不管是远距离的滚 还是近距离的滚 尽量要滚到别人的脸上 才能打出很高的伤害啊 不然你就又废了蓝 然后又杀不掉人 还很可能被反杀 总之蓝猫这个英雄 是一个追求细节的英雄啊 一定得好好的玩 玩上一玩 才知道这个热门的英雄 是多么的有魅力 在路人局当中 这个英雄是非常好发挥的啊 而且发挥起来呢 特别的亮啊 那么这局啊 现在已经到了十分钟 十分钟整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中路的外塔 和上路的外塔 已经被端掉了啊 所以说这局前期 我们被压得很凶 因为前期他们的爆发太高了 而且呢 有个赏金 赏金到六之后呢 他们抓人还有更多的钱啊 所以他们经济呢 和等 经济和等级都比我们要高啊 这段时间这个 有部分同学都养成了一个习惯 因为呢 我总是在星期五 每周的星期五发视频啊 然后呢 白天看我视频 晚上呢 看我直播啊 这样大家都过得很充实啊 那个直播 我也是属于进入直播圈的一个新人啊 一个小虾米 那么我之前就是因为中国有直 有看直播这个概念呢 之前都是看一些就是美女 美女直播 就是能唱歌 能跳舞 会说话这种啊 我呢啊 也正好赶上那个时代了 真的 我一直都认为他们是天使 因为他们各个啊 武艺超群 武功高强 啊 我觉得 原来不是 哇 原来那是一个 呃 舞蹈的世界 哦 原来那是一个音乐的海洋 哇塞 原来不是所有的女生 都喜欢物质 我觉得那真是太好了 真的 那因为啊 我要做 我要这个做直播 我必须得先去这个学习啊 就是把他们比做音乐 就是他那个 那高音甜 中音准 低音呢 够劲啊 总之一句话 哪里都很通透 啊 而且 好啊 这是 水很深啊 所以我现在啊 非常担心我自己走的路 走久了 我自己会不会变 啊 我直播的时候 认识了男生多了 女孩多了 有一天 我会变成东南亚最大鸡头吗 我 啊 当然开个玩笑啊 不过我相信啊 其实有很多啊 同学们都对解说这个行业的背后 是非常感兴趣的 啊 因为现在呢 我觉得我我我做的这个 我做的这行啊 其实和娱乐圈已经有一点点像了 啊 现在你看 各是各样的啊 就是经纪公司了 什么包装了 什么什么 呃 什么团队了 对不对 啊 每个圣人 都有不可告人的过去 每个罪人都有洁白无瑕的未来 啊 就是这怎么说呢 大家看到的还是更多的 还是一些表面的东西啊 那么 那大家可能会问了 哎呀那 那小老弟 我看到的难道也是包装之下的自己吗 对对 假腿切起来 不死 漂亮啊 大家可能会问 哎呀 那小老弟 你也是被包装成这样的吗 啊 其实 你们也不想一想 我就我这B样 还有包装的余地吗 啊 我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说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 你看这个大招漂亮 这个大招 啊 由于这个大招啊 我们 这个时候啊 地金四六九的雪晶石 达到了十颗 十一颗 十二颗 好啊 团灭 我打路人局这么多年啊 酒精沙场这么多年 风猴万户 杀敌无数 我看了这么多虚空大招 唯独你这个大招放的 大拇指给你竖起来啊 什么都不是 那那现在呢 我看一下十三分钟啊 其实一般来正常的节奏的蓝猫啊 风暴在这里 他雪晶石出的时间应该在 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左右啊 就正常节奏的 当然我现在连一个精气之球都没有买啊 那可见我这个这局蓝猫啊很有压力啊 尤其前期被赏金挂机挂得我有点伤啊 不是找借口啊 这赏金哦 这赏金已经出了红杖了 看到没有 这赏金刚才还刚才盯着我杀啊 可能是前期没有杀到我杀到我 想想补偿一下 但是还好 我现在由于这个前期死两次自己非常警惕啊 现在已经有三个人头在手了啊 这样没事呢 就切一个力量假腿啊 要要这个 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这个中午活女大的时候切力量假腿 喝瓶子的时候喝吃敏捷假腿 所以我说这个英雄啊 非常要非常看细节啊 对不对 真的每一次 我只要打的是路人局 而且是选上ST蓝猫风暴智灵这个英雄 我手握鼠标问苍天 无敌真的很寂寞 天生命剑想流血 磕头跪地 求一虐好吗 赏金就红杖一套能把我给秒了 我切智力夹腿都没有安全感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得认真地来 你看12格血精石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认真地来思考一下啊 这条道路应该怎么走 所以说现在对面推塔的时候 哎 我就飞到宙斯 一个R 再拉一下A一下 滚一下 A一下 R一下 再A一下 漂亮 You jump I go home 这就没办法了 但是你看我还好啊 对对面推不了塔 我呢 钱又多了好几百块 而且11级宙斯也死了 现在换成我11级 这时候对面两个高爆发 都一个死了 一个在中路 对面还怎么跟我们打 我突然发现对面都 好 对面还是很猛 这个虚空一个大 这个大方的漂亮 把对面的小狗给秒了 然后救了我们的牛头 但是现在对面最最肥的 就是金三角最大独销 地金撕裂者 这局还好我们的牛头 虽然我们局势 全面的可以说落后 不然经济而惊艳 但是他依然能够买足眼 那么这个时候 我复合了之后 甚至身上还有一张粉 我 我就要你补这个法师兵 过去撒粉 拉R都放了 然后再 你看 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等一下 我先把他给杀了 再和大家来说明一下 这个DotaE蓝猫的问题 我刚才滚了一下 就是 他直接把伤害给滚出来 但是他被动没有 就是你滚得太近的话 有时候 会这样 其实 这个问题 大家在打的时候 我不用刻意的去说 大家玩的时候呢 就能够感觉得到 这个英雄 还是很好玩 还是很好玩 我刚才杀这个杀掉这个赏金之后 加了多少钱 加了200多 加400多 你看我身上的钱 这个版本 就没有起不来的英雄 刚才我差点火烧屁股 滚了一下之后 发现 这个火女 他应该是在说我 因为他跟他递了一下 我直接滚了 其实他 他递 他如果递到我的话 我反应慢一点 他一个递 一个大 就能把我给秒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先回家补一下 因为我现在经济 也差 你看 买一个经济之球 然后再买一个活力之球 还差350块钱 就可以做出这个震魂石 做出震魂石之后呢 我打打也收出线 稍微就给猥琐一点 就能够马上做出血金石 其实这个节奏还是赶得上的 节奏好的话 在20分钟之内 还是可以做血金石 做出血金石 你血量和蓝量都称大了之后 称高上限之后 而且这个蓝回得非常快 这个时候 不管打团和单杀 只要你有收割 让这个血金石的数量 给上涨了 那么 你对你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这一局 其实现在 这一局 我跟你说 现在才刚刚开始 那么这个时候 对面打团 还有一个大 哎呀 这个大 我想过去秒这个宙斯啊 那个虚空的大和 帕克的大都照得非常好啊 那么这个时候 那些地基斯列者死了 他让队友满血啊 他自杀了 不是死了 他自杀的啊 不管怎么样 我这个 嗯 震魂石做出来 还是要300块钱 做出这个血金石 经过团还打得不错 我就说 这这把才刚刚开始啊 对面现在非常的嚣张啊 做了红杖之后 他的那个 赏金居然这么早做红杖啊 想 想单杀我们啊 想单杀我们 现在我已经单杀 他已经单杀不了我了啊 你看我1360的血 他的两套技能 才能把我给秒了 当然这个情况呢啊 这个这个情况 他呢 一定会把这个红杖 给升到底的啊 其实 他这个英雄做红杖啊 尤其是面对蓝猫 这么灵动性的英雄 好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我引起公愤了啊 可以看到这个公平张打字 其实我前期 特别是一个残影啊 一个残影发现了这个赏金之后 他一定认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土啊 所以说刚才我 他他在他来抓我的时候 他已经A仗了啊 所以说刚才他来抓我的时候 我又一下滚掉了他的地 那么他就爆发了 但是他越爆发 我跟你说 我越越让他打得难受啊 我有些件事之后 他你看他A仗了 他A仗这个大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而且呢 对面的宙斯也要出这个A仗啊 把爆发进行到底 500多蓝的活女 你跟谁俩呢 一天到晚 再拉一下 放到手技能吗 再滚一下 我再滚漂亮 真的我死就死了啊 我看能不能自杀 不能自杀就算了啊 秒掉的活女 活女 我看对面还能不能推了啊 你看这活女够生性啊 他他他生气起来 连他队友都骂啊 你你跟谁俩呢 一天不打啊 上防接网 两天不揍啊 我的浑身难受啊 你啊 虽然说我中单啊 这中路的时候啊 确实是被你压的啊 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啊 那这个时候 我很有了续经事之后 很快就活了啊 来看一下这个宙斯 又吸了一下 我这个提皮的非常慢 来预判一下距离 不够没关系 再滚一下 拉一下 耳一下 漂亮 人头到手 血精石又长了一颗 有了血精石的蓝猫啊 他他那个 呃 就能滚非常非常远啊 就是你比如说 隔了一条河道啦 或者是隔了 呃 就是比如说你 你要去切入的时候啊 就算距离隔很远 这时候我吃了一个双倍神符 来杀这个 他往哪踢 往哪踢 漂亮 他那个 最近实在cd自杀不了 又是一个随随之道手啊 然后接下来呢 呃 一千三百块钱啊 然后这个 九杀四死啊 九杀四死 然后这个赏金啊 赏金呢 也也也开始啊 随着活女的这些话啊 也也开始这个相信了啊 然后也也说我是土 让我非常的伤心 你看 真的 无奈的是什么啊 无奈的是什么 语言这个东西 在表达爱意的时候 如此的无力 对不对 在这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 语言这个东西 又往往就很无力 但是在 保达伤害的时候 却又如此的锋利 那这个时候 我能做 我能做什么呢 我只能虐你 我告诉你啊 这一盘啊 我就跟赏金赌一下 啊 我就赌 他们没有物理输出啊 就赌 他们很难上高地 啊 就赌 这个小狗发育不起来 我把 就是小狗现在要 他们抱团 我已经说小狗抱团 他很难 你看 你能赢过我 好啊 这一盘我决定 我已经跟他赌了啊 我现在留钱 我留钱 我说 他秒了我们的牛头 这个时候就非常难打了 因为牛头是一个先后手 我们只有虚空帕克 和那个和谁牛头买活 看这一波一定要打了 不然对不起牛头的买活了 现在这个活女还在跟我 在走位还是非常风骚啊 现在他有蓝了 我看了 我看了现在秒 虚空翻一个大 漂亮 哦 我罩住了三个人 这个时候活女先被秒 我的虚空大没了之后 先不让这个周四放入技能 拉一下 啊一下 虚空的 哎一下 皮啊 我两只尖秒掉 赏金来了 我刚才撒了个粉 没有撒到赏金 这个小狗又杀我们的牛头 这小狗开了这个磨棉 回过头看一下 地精撕裂者 还在那块浪 地精撕裂者是非常肉 他有挑战 哎 人呢 哦 他有跳 他更新了一把跳刀啊 非常肉 然后下面还在杀小狗 上面的话 一个赏金 一个地精跑掉的 这个小狗 我也没多少蓝了啊 只能先收一波兵 那现在不着急 因为这波团 我们已经打转了 地精撕裂者 后面就接到了我们的龙鹰 他是非常会玩的 而且是最 而且是很肉很肉的一个 很早就做了血精石啊 我现在2400块的存款 这个赏金真的 你 你怎么可能觉得我是图呢 真的 你 你怎么可能觉得我是图呢 啊 因为你不在上路 我们又没人打野 你除了空服来中 你还能去哪 你没有在上路露头啊 那我在中路我也不露头 那 那就是图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别以为拿了一把刀 就是刀狼了 跟谁俩呢 你 你跟谁俩呢 你啊 我就表现得跟图一样 又能怎么样 我红杖 我执你 我告诉你 啊 就你和活女 我跟你说 表现得像海尔兄弟 两兄弟一样 你怎么好像亲头愣的 弟弟愣头亲呢 你啊 男人 我告诉你 真的啊 你知道吗 如果说老话说的好 沉默是金啊 如果沉默真的是金的话 你们俩已经身无分文了啊 现在是我的天下了 我告诉你 你要说逆天啊 都尚有例外 但是逆我的话啊 绝无生还啊 红杖 走起啊 但是我得和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啊 因为观众朋友们可能中路那时候没看清 其实如果说真的啊 我意识有那么好吗 其实也是活女给我的信号啊 给我的这个 呃 警钟 因为活女的站位啊 他太像是要这个赏金AE刀 然后他放个TD收走我 啊 那个那个走位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到对面的人都上了 我看能不能切到后面的这个 拉A一下过去过来 我想拉的时候 他放出了这个 磨面啊 所以我只能滚走 滚走 在在因为蓝猫热英雄啊 不着急打第一波 那么这个时候队友呢 要杀这个 好 一下子把他给秒了 哎 还没秒 哎呦 他那个地金 他那个血精石又给队友 又给队友就是加满血了 我本来想秒这个小狗的 那这一波团战因为我没有太多蓝 所以我不能不能打出特别高的伤害 只能等回家补一波啊 我看一下我现在我现在也是二个血精石了 他们这一波中路我看一下能不能推下来状态都不是很好 对 伐木机非常热 现在我跟你说不 不带粉了 我直接带宝石了 因为呢 我也不出什么装备了 我就一直升级红杖啊 跟 跟你们玩一下 那这个时候因为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硬控啊 所以呢 我告诉你 他越打字 我就杀他越多 我告诉你 就定了他俩杀 飞过去 一一下 滚 空杖 啊 哪个红杖厉害 在这个世界 啊 你想要别人尊重你 首先让别人敬畏你啊 面子可以给 但就不给他俩 轻易可以讲 但不能给他俩讲啊 跟我俩呢 一天天的啊 但是这局啊 这个红杖蓝猫 他不是 就是不是瞎出的啊 因为这局你看对面 就活女一个控制 然后又没有什么子愿之类的 克制我的道具 所以这局呢 我做这个就是为了秒了 他们后排的法师啊 包括这个像那个连赏 赏金都出红杖都有爆发了啊 然后呢 活女 A杖啊 宙斯也A杖 其实他们啊 保持他们先把他们的眼给反了啊 因为他们前期的节奏非常好啊 就是因为这个无脑抱团 因为他们他 你看我们有这个牛头虚空啊 其实爆发呢 也还可以 主要是我们控制多 帕克又有一个沉默啊 当然那个 现在他们 我你看我 但是他们现在这个开始开始打字聊天了啊 不知道是战术呢 还是真的生气不想玩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是 地精撕掠者啦 这个 其他人都想好好玩 所以呢 我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你可以看到啊 究竟是什么 啊 成为他俩在我这里放肆的筹码 是自信吗 那我就毁了他俩的自信 我告诉你 哼 其实说说句非常在理的话啊 能控制住自己嘴巴的人 都特别的厉害 不管是说话 还是吃 啊 但你看现在 现在就是他们好好打 他们前期节奏多好 那个地精撕掠者 你看到现在都很猛 都这个挑战 加那个板甲 那他俩怎么 小母 小母牛做火 见你牛逼上天了呢 啊 不过说实话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 我现在的感受啊 就是被他们喷了十分钟啊 我除了杀人 我真的解说不了了这场比赛啊 真的啊 这 这很少有这么无厘 无厘头的啊 就一顿歹着我狂喷啊 你说看 那装假装看不见吗 那就是在骗自己啊 你理他们吧 又不行啊 不理他们吧 就感觉 我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小解说 我凭什么受这委屈啊 所以现在呢 我准备把我的这个电棍啊 电棍升到五级啊 我逮着他 我就给他一顿电炮飞脚啊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流着泪在你的脸啊 而且这场比赛啊 你看不只是敌方啊 不只是敌方在打全 打这个呃 所有人这个频道里面打字 连我们自己队友都都有打字 那说明什么呢 如果我真是图啊 对面来抓人了 我不 我肯定给队友打信号 啊 对不对 或者有一些异常的举动 那这队友都 就是都感觉我不是图 他们还在那个 就是五里头啊 就是特别上头 好像已经疯了一样啊 这位是这活女啊 你看现在就是这个 舆论啊 舆论的力量有多可怕 就一局十个人 就因为活女的几句话 你看现在已经煽动了大概两三个人 我 我叫老公 其实我打了他们这样 我心里面我特别爽 真的如果大家 就如果你在玩 你不是图啊 但他们喷得特别恶劣 然后你又把他们杀的 就是四处乱窜 大家可能不能亲身体会 但是在成为高手的路上 这是必经之路 对不对 因为他们无法 无法想象 也没有这个能力能够 就是你不开图 怎么能够有那个举动 不可能 已经打乱了他们的常规 就像你刚出 就像你刚出社会那样 可委屈了啊 但没有关系 历经沧桑玉河球 只为一生不低头啊 那么现在呢 我现在这个已经数据 你看14啥 15个血精石 现在就可以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活女啊 蓝杖啊 她的装备虽然挺快 但是呢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有点上头了啊 导致他们这个打团非常的乱啊 我来说啊 好啊 我现在带着宝石 看见这个赏镜 先收一波线 看这个赏镜码拿走 又看见红点了 下落河道有视野 忍你我可以忍很久 杀你啊 一秒钟 男人 就是让他感觉我就是图啊 无知 其实你说杀他也不好啊 因为他复活时间 现在已经 我都知道他复活时间 要干什么事了 这鼠标不能动 只能敲键盘一样 你说我这 非常的尴尬啊 但是为了胜利 没有办法 你说 不过这个蓝猫这个英雄啊 大家不要就是被 现在的很乱的这个局势所迷惑了啊 我们要这个看到 今天这个视频的本质啊 就是蓝猫这个 就是蓝猫这个英雄啊 他灵动性非常强 而且呢 出红杖 就是为了秒杀 啊 你比如说你现在 其实子愿 你要说子愿啊 你加上子愿 哪一套伤害 能打出三四五级红杖的 那那伤害 其实也差不多啊 这个红杖的来的更直接 而且红杖还比较快 还比较便宜啊 现在子愿 也可以除啊 基本上 但是现在都是先做血精石啊 然后 再把这个子愿给补上 或者呢 就直接不补子愿了啊 直接或者BKB扬刀了啊 BKB 很 一般现在来说 冰甲 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装备啊 这个蓝猫比较重要的一个装备 像什么冰甲啦啊 呃 扬刀啦 吹风啦 然后最后呢 可以来个刷新啊 又或者 其实蓝猫这个英雄 真的很难数 在路人局里面啊 只要你能够抓得到人 对面不是 呃 特别克你的英雄啊 真的这个英雄很难数 特别是守守塔守高地 你有一个血精石 复活时间已经很快了 然后你再留钱买活 就等于说你啊 死一次复活 再买活 有三条命啊 你三条命的蓝猫 那个伤害是非常大的 而且蓝猫 它作为一个违和啊 它不需要很多很多的资源 然后又很难抓啊 所以所以就是蓝猫这个英雄会这么热门的原因之一啊 再加上他其实现在很好操作了啊 现在很好操作了 那么现在趁趁着有宝石啊 然后我已经他们地图上基本上已经没有视野了啊 已经地图一片全黑了 也就是说呢 他们现在啊 已经不太敢有人单带线了啊 包括对面的小狗 对面小狗我也是能杀的 我一滚滚过去 再加上 呃 普攻 然后拉住 你看 拉住 然后红杖的伤害 基本上是可以秒小狗的啊 你看现在在乱军从中啊 取他狗 狗命啊 取他狗命啊 这局确确实打得比较那个啊 只能这么说啊 因为我之前说过的就是 向来心是看客心 奈何人是剧中人啊 不过这个话又说回来 对不对 没有礁石 他就积不起美丽的浪花 不禁一番寒澈谷 哪来梅花扑鼻香呢 人世间叱咤风云 繁华如梦一场 对不对 爱情它就像是一场梦 而我却睡过头 还记得年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想当医生 活着科学家 现在却开始雕丝生涯 看无聊漫画 看龙泽洛拉 好啊 那相信这期啊 看看我视频看到现在的观众朋友们 想哎呀 秦叔你怎么以前也就 以前我看你也不理那些啊 今天怎么啊 怎么怎么这么影响你的情绪呢啊 这因为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啊 那就加入他们啊 我插死你 这死活女和赏金啊 这骂我都骂了二十分钟了啊 好啊 那我还是在打我的钱了啊 因为因为他们 他们其实一边说话还一边在打仗 我拉着他就一个红杂把他给撕死 在后面揭露这个 哦他 他死了 给他们都加满血了啊 我得回家补一下 哦 但是我回头看见虚空放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大 他在打这个赏金 我过去 我有宝石给他一个视野 然后小狗再杀我们的帕克 帕克 帕克一看能走得了 后面还有一个A杖的宙斯 被帕克大死了 这个小狗想瞄我 但是肯定瞄不了 我现在又有护甲 又有血量啊 然后我的这个红杖的CD也快好了 这个小狗想跑已经跑不掉了 漂亮 这把应该 给他们打了一个团灭啊 非常漂亮啊 对面的DG资猎者虽然非常肉啊 但是他们的后排没有人保护的话 还是不行啊 因为我这个 我们切后排太强了啊 虽然他虽然说他们都出了这个输出装爆发装啊 但是还是没有用啊 其实他们好好打的话 我感觉这局应该会非常的精彩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局 你可以看到我们都是丢技能的 这些技能丢起来啊 怎么大家都出BKB 这样呢 就这样的就 我爽 这样的就 来 哎 一下 自你眼珠子 再一下 吃了个魔瓶 吹风 他如果不吹风的话 应该能跳走 因为我没来了 当然现在他就必死了 未经清贫 难成人 未遭打击 总天真 这把 我就教你做人 我告诉你啊 我这蓝猫现在没有人能挡得住啊 忍我今日流氓 是我明日辉煌啊 我被他 我被他喷的啊 喷他喷的已经 情绪已经非常低啊 但是呢 内心 总想要爆发啊 现在还不到爆发的时候 因为现在这个局势 虽然说我们打团能赢啊 但是总感觉这个地精撕掠者 好像切我们后排啊 切我们后排也切得挺厉害的啊 其实这局啊 作为一个就是自己的第一视角 还是自己边解说的啊 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比较是非常难的啊 这还好是因为就是我比较爱学习 其实我刚做解说那会儿 我什么都不懂啊 都不懂怎么把视频做出来 上传到哪啊 这些呢 其实都可以问人 但是你真的要解说的 你还得就是 去学啊 这学呢 我我基本上我都都会看这个电竞圈旗帜 就是九神的视频啊 九神的视频呢啊 口指非常清楚 思路非常清晰 然后呢 他讲的也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理解啊 然后特别是 我看到他就是有些局势 就比如说非常经典的一局 就是以先知啊 他他队友是先知 然后不停的在送 边送呢 还编唱董小姐 这时候九神的情绪就控制的非常好啊 所以呢 所以呢 九神也算是栽培我的师父啊 那么我有一丝一毫的成就 完全是自己努力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开开开个玩笑啊 那现在可以看到啊 折叠飞啊 传说中的折叠飞 我当头一棒就把这个宙斯给秒了啊 因为刚才呢 我完全有 完全可以秒活 秒活女的啊 但是我 我得缓一下 因为我秒他 他骂我 我我这个 我心情 我心里也不好受 你知道吗 所以老秒他的话 他他一定就骂得越狠啊 他他这个心里 我我已经就是琢磨透了 你知道吗 我得我得等什么时候秒他呢 就是得等自己能够呈 承受得住他的这个语言攻击啊 语言攻击的时候 我我可以秒他啊 那他呢 现在的心理状况呢 是什么 我是一颗葱 我是一根钟 哈哈哈哈 这重新来一遍啊 我我给气的 我擦了 我是一根葱 站在路当中 哪个拿我沾大将 我骂他老祖宗啊 你看 好 那么到目前为止啊 我我已经遭受了二十多分钟的折磨啊 语言折磨 但是但是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比我更加煎熬啊 我全身而退 他支离破碎 我越走越远 他越先越深啊 兄弟们 来了 给我 执执托 执托 哎呀 我执托的时候他吹风了 哎呦 我还滚到了 这个DG4六怎么 哎呦 还好DG4六真的打字没有杀我 漂亮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彻底没有蓝了 而且还还有他的标记 不过这个时候 你看看 这个愣头青 愣头青 愣头青 漂亮 哦 这把还真的不好说 我在对面这个 对面的看到没有 三杀啊 我们我们的人全都灭了 看一下这边 我要反杀了 哦 但是我还不行 不能反杀 因为他们人比较多啊 人比较多 哦 完了完了 完了 快自杀自杀自杀 没有自杀成功 秒活 哎 我疯了 我疯了 我要宝石掉了 我宝石掉了 TP的 哦 这宝石 当然捡不到了 被谁捡了 原来原本你要TP的赏金 瞬间不TP 我只能先逃跑了啊 这个我又中了标记 他肯定要追我 我转过头 就给他一个五级电炮啊 五级电棍啊 这波打得非常亏 如果啊 这这波应该算是我们团灭 而且呢 我这个超神被终结了 好像啊 宝石也掉了 让我先做出来 我的这个 我觉得羊刀不用先做啊 你正好2000块钱 正好做个兵甲出来啊 这把蓝猫已经打得 大家应该很看得懂了啊 比如说对面 我给 我给大家爆下阵容啊 火女宙斯 然后赏金啊 特别红杖的赏金 然后伐木鸡 再加上一个小狗啊 那是不是 只要出一把BKB 就能防四个人 啊 然后防高一点 那个小狗就不太可能打死我啊 因为蓝猫呢 他基本上如果一场团战 没有 没有人针对你的话 你只会缺蓝 不会缺血啊 所以这把呢 已经就是看得很透了啊 基本上 这把很好发挥啊 然后现在呢 也不用扬刀 只要这个 我滚的伤害已经很猛了啊 控制呢 我队友都有啊 那对面啊 对面还在那个不停的 他们其实这也不是骂了 已经是嘲讽了啊 带点酸味啊 但是没有实力的愤怒 是毫无意义的 知道吗 就这范儿 我告诉你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刚想回他们 后来想算了啊 那现在我们中路的三个队友 和对面打起来 虚空一个大开了BKB 又追上了后排四个人啊 先秒掉了活牛 这个活牛估计又得又得开骂了啊 然后这个时候 连滚带开 冰甲直接秒掉啊 然后再回头刷这个赏金 飞一下 他还有魔棒啊 他还有魔棒 就不着急 要没蓝了 又得我看一下杀哪一个啊 哦呦 小狗还跳过来杀我了 后面还有一个地精撕裂者 非常非常的肉 哦 有一套技能才把他自杀了他啊 不然的话 我这个红杖正好刚刚好啊 我现在这个蓝猫 2600 2600的蓝上限啊 其实我感觉DOTA2的 还能更飞得更加夸张一点 因为听 因为没记错的话 DOTA2的地图还要更小一点啊 而这个感觉就是 玩过DOTA2的蓝猫 再玩DOTA1的蓝猫 就感觉DOTA1的蓝猫 飞一点点距离 就要飞不少的蓝啊 呃 其实这 这个 差不多2600的这个 已经能够飞 四分之一 或者 四分之一地图不夸张吗 我觉得差不多啊 如果3000蓝的话 我觉得就就 就已经很夸张了 就是说 把蓝全部飞光的 这个情况下啊 基本上 飞个2000蓝去杀人啊 这个伤害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加上我还有一个红杖 别忘了啊 那么现在呢 我现在看一下 把这个 挪皮卖了啊 准备出羊刀了 因为感觉对面的小狗啊 或者是 对面的小狗 一定要用羊刀来杀了 啊 然后对面的 这个激进撕裂者呢 我基本上 我已经杀不死了啊 因为他现在很肉了 其实我在打的时候啊 我在打的时候就感觉 好像比较专注 就没有想到 他他他居然打了这么多字啊 你直到现在一看 我要是啊 我要是那个 呃 早知道他打那么多字 我就 就感觉好像都影响 都影响这个 都影响你们的情绪了都啊 不过你要是想想 就觉得其实还可以 因为在这个网络啊 网络他 他做什么话 不用负责啊 又又 呃 不知道他是谁啊 那这样呢 就往往能够让 就是人性啊 呃 就是 能看到人性 对不对 那佛洛伊德都说过啊 人有两大原语 第一个叫信语 第二个叫攻击语 对不对 其实 这个的 我觉得游戏嘛 游戏 其实 这个骂人还挺正常 你要反过来想 啊 反过来想 要是真 真有人开图 那么他们这个表现呢 想想 其实也还可以接受啊 但是他们 就有点偏激了 因为他们没有 我也没有做到 我没有 没有做得很可疑 啊 对不对 然后他那个 最最可疑的 我觉得就是 就是意识超前了啊 那先知 啊 那古代的 古代的 就是不是 先知本来就不被 不被 就是世人所接受的嘛 啊 所以这个也没办 反正 这只怪我太厉害了啊 那这个时候 我就 我就觉得 这个肉栅还打不了 我本来想打个肉栅啊 打个肉栅还能推 因为我们推的时候 这伐木机啊 他就很 很难发挥出作用了啊 他在 在野外打团呢 啊 在野外打团 他很好发挥 现在我们帕克也 也有羊刀了啊 然后我现在还差 2700加875啊 就能做出我的羊刀 我的第四个大剑啊 我的第四个大剑 现在44人中 23杀 杠5杠3的数据啊 他们呢啊 现在这个火女和赏金的 现在完全拿我没没办法了 你知道吗 尤其是等我这个羊刀做完之后 他们可能连一个技能 就是我要单抓他们的话啊 或者打团 有有机可乘的话 他们一个技能都放不了啊 就可能被我秒杀 现在就是刀太锋利 马太兽 你拿什么和我斗 真的 你 你打我可以 但别老吓唬我行吗 我 你隔着个网 你跟我俩练胆的你啊 对不对 好啊 你可以看到现在呢 我在野区啊 不停的刷钱啊 不停的占资源 而这个赏金呢 现在只能在中路挂机了啊 我估计呢 就在打字啊 金子放葱花 当汤喝多了 精力旺盛 啊 所以说 咱们现在得得快点 那个快快点 做出羊刀啊 让他们 让他们基地爆炸啊 基地爆炸呢 这样子 他们就能 呃 非常无奈的离开 打出基地离开游戏 这个时候我们 中路虚空 一个大 罩住三人 我过去直接取他狗头 好 现在他们 现在是有人做出了一个子愿 还好 没有人攻击我 那么现在看一下 后面一个赏金 一个小狗 还是先来杀 这个最肉的伐木鸡 不然我队友杀不死 还还有一个小狗 但我现在没有任何技能了 只有一个红杖 是在西地的 队友 吹了一下这个小狗 落地 给他一个沉默 我滚过去 滚到他脸上 给他一个红杖 但是现在没有粉了 让这个赏金给跑了 这波完成了一次三杀 现在我要买羊刀了 切个力量脚腿 我怕这个赏金过来弄死我 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活女一定是 这个活女 昨天一定是吃到 新鲜的海产了 不然的话 今天皮怎么这么痒呢 你说 对不对 不要把我惹急了我跟你讲啊 我现在一裤当着火 这个甲腿下面还有还有一四个灰子名牌跑鞋卷 我打斗他这么久都没发现啊 对我带推装 我在这边带下路啊 现在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装备可以更新了啊 因为对面有一个呃 周四啊 不知道谁出了一个紫苑啊 那么紫苑呢 我得防一下 要么就是出林肯 但是出林肯没什么用 因为赏进一个一个啊 或者是宙斯一个小技能就能破我的紫苑 然后我只能做BKB了 但是BKB其实现在对我来说 对我的这个提升并不高啊 但是呢 一定要防他一手防他一手紫苑 不然的话 滚过去被紫苑很可能就被他们秒掉 这样呢 就就不值了啊 宁愿打的稳妥一些 你看这个一个受过教育的笨蛋 是多么可怕的笨蛋呀 你看 好啊 这给我给气的啊 这把打的我这 大家能去去他把店购物给我点安慰吗 真的我都被喷了四足足足 估计有三十分钟了啊 不都哭都哭不出来啊 但我相信这把打完 特别是我胜利的那一瞬间 我让他明白啊 山外青山山外青山楼外楼 能人背后有人呢 我让死你 我这把我 好啊 这个小狗对我来说 又有一点威胁了啊 因为他他有一个他有一个大晕锤啊 大晕锤 大晕锤 我就他们应该秒不掉我啊 因为我这个他们不可能第一时间啊 找得到我啊 你看现在我扬刀做出来了 他们连挂机打字都不敢了 对不对 我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老鼠扛刀满街找找猫啊 个人造业个人单 有本事你给我出来啊 我跟你说 现在我这个 看一下啊 对面这个伐木机带线的 我可能没办法 因为杀他需要太久时间了啊 但是小狗带线 我三千 我已经这个蓝上线突破三千了 我直接一把羊 羊过去一套技能在红杖自一下单杀 这个爆发啊 他们怎么赢 你看现在活女他肯定都不敢出来了啊 有的人他就不打不相识 但是有的人他不打不识相 我告诉你 还有什么多说的啊 二十七杀 说一千到一万两横一束就是干 对不对 现在我们虽然说还没有推上对面的高地啊 但是这就是迟早的事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二十满级啊 满装备了 身上的这个钱已经够够做BKB了啊 但是还不着急啊 因为这个宙斯没那么容易子愿到我 这把呢 虽然说这个 这把比赛这个 内容有点另类啊 但是他也能够啊 就是怎么说 也能够表现出啊 蓝猫确实一个非常厉害的英雄 要不然能 要不然能 能让他们这样吗啊 这宙斯出了子愿啊 他现在只有一个人 我不太敢杀他 万一我看到他 这个小狗有跳刀有大晕锤啊 要稳一些 让队友先过来一起 现在 对方还有两座二塔 其实你看对面前期的局势有多顺 十分钟左右 我们两个外塔已经没有了 啊 这时候你看我的队友一直在帮我说话 我现在也不跟不跟所有人打字了 我就跟我队友打字啊 因为我队友 因为我队友这个前期已经给我打miss了啊 都都跟我打赏金miss了 所以我才更加的警惕啊 现在这个我的队友都来到了上路 准备怼他们一波啊 怼他们一波 我现在虽然没有 没有宝石 但是我有粉啊 看这个赏金 活女 活女出了一个吹风啊 她活女的钱还挺多的 你看 一把吹风 然后一个极限法球 他们要上了 我撒了一把粉没有抓到赏金 直接扬刀 从上先垫 虚空照住了谁 我在后面再去杀 这一个宙斯 哎呦 还是被他紫园到了 不过没有关系 还是能够杀他啊 看一下还有一个赏金 这赏金在这干嘛呢 我一千多点蓝 可以杀他了 但是他 还是先杀这个最肉的啊 红杖 红杖滋上去 三百蓝 再滚一下 哎一下 漂亮 刚才刚才赏 刚才那个虚空 哎呦 后面怎么来个小口 还有一个赏金 先先 他给我大运气了 先滚一下 我们的龙鹰挂了 龙鹰也出了血精石 是吗 不然我怎么会 他死了之后我满血 这个时候他们还跟我浪 他不知道我杨岛系地好了 红杖滋上去 拉住 再一个R 再A一下 好 被这个帕克收走了啊 现在他们团战已经打不过我了 完全是被我收割的节奏啊 而且三千蓝 二十八个血精石能量 滚都滚不完 滚都滚不完 把回 六千 六千块了啊 我这都不想 都不想做圣剑啊 回去把这个 上高地的时候 只要把粉卖了啊 打 打六年刀谈 把粉卖了 然后做个BKB 就能够上高地了啊 其实现在啊 其实现在这个 83这个版本 新版本 打路人能够胜率高 秀的起来 然后是改动 比较明显的啊 比较容易玩的 也就这么几个啊 呃 你看我这把 其实已经 就觉得 已经就是 很明显 这个蓝猫 已经很厉害了 然后还有什么 呃 隐魔了 隐魔其实 隐魔其实不是特别厉害 但是呢 这个打 打法不一样啊 隐魔作为一个违和 他如果他面对 比较厉害的中单英雄 他还需要人保他 啊 比如说 呃 隐魔打蓝猫啊 如果不太好打的话 一个龙鹰帮他先吸几下蓝猫啊 让这个 让隐魔呢 就是把魂给补满了啊 这样呢 他隐魔就可以走了 这样这个呃 隐魔就可以混了 但是多他一现在 就是 交流问题了 然后路人可能还不太了解 这种打法啊 所以很多英雄很难做出来 然后像那个 呃 还有比较厉害的像 其实剑胜也还好啊 因为这个呃 多他二的建设比较 就是相位鞋的和假腿的分别嘛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活女啊 活女的英雄还还可以 然后还有什么 呃 基本上 呃 巨魔啊 但是巨魔多他一不是特别厉害 其实其实 还有一个改动特别变化大的 就是风行啊 风行他现在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的这个穿云剑 他的穿云剑的距离 呃 两千六百码 然后蓄力只要一秒钟啊 就能够打出满伤害 他好像改动上是这么写的 然后 有了这个改动之后呢 他 在团战之前 就可以很远距离的放R啊 来来这个打 就是来 耗别人的血啊 或在线上 在线上呢 他可能吃不到经验 但是他一定拿得到钱 这个勇其实很厉害 虽然他只改动了一个 这个好像只改动了一个R啊 他大招好像也改过 我忘记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推完了 对面上路的二塔之后啊 现在我出了BKB啊 然后换了飞鞋 身上 我换飞鞋 就是我看到 因为现在这甲腿 给 这个也不差那点攻速了啊 就是打一个爆发 然后我现在水晶石28个 就是秒活 秒活的话 就是直接飞鞋飞过来啊 28杀了啊 这把这把估计能杀30个开外啊 刚才刚才那个 这第四列者在这外浪啊 虽然这第四列者好像是这 呃 挑战冰甲龙心了 倒好像是啊 我们基本状都有了啊 我女孩子还在那给我浪啊 出了个A杖 你放过几次大 哦 这个 小狗给了我一个那个啊 给了我一个大云锤 虚空放了一个大 罩住了闪金 闪金也挂掉之后啊 一个小狗 小狗应该也要挂掉 第四列者还是蓝血 这第四列者就不去管他了 因为他手高地 不是特别厉害 还最后一个 这个又给了我一个子愿啊 先走一下 先走一下 牛头一个跳大啊 然后后面还有最后一个 地金撕裂者 再杀 把我们的龙鹰给杀死了 我滚出去 一个拉 好 对面的婚女终于喷 对面终于退了 真的 谁要是能找到 一个解说赢了游戏 但是还这么惨的视频 我想也就我一个 而且 都差点被喷哭了 说真的啊 我现在你看 我自杀给队友加血啊 然后直接再飞过来 现在杀了29个人了 补刀快300个了啊 一会儿呢 一会儿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啊 大家就会看到 年什么叫做 2015年年度最佳最狠打脸啊 然后就刚才这活女退了啊 我就 那活女退了 他 我说我说我就是 打的时候 其实前几盘 我都虐了他几盘了 啊 他他盘盘都这样 就是我在他对 对面的时候 他也是所有人打字 喷队友啊 不 反正就是喷 不管是喷对手 还是喷队友 反正就是喷 而这活女呢 硬要说 呃 没跟我打过啊 在这中间呢 他有打字 但是我没有提到啊 当然看到的人呢 他肯定有一些就是疑问啊 都 我这个到时候 我把这个迎他的这个截图啊 我我我发在视频最后啊 其实我也没必要这么认真啊 但是 但是就是就是有时候观众真想看啊 你看我有有一盘啊 说隐魔说的话 我发在最后 然后到现在都隔了快大半年 一年了 还有人问我隐魔到底说了什么啊 这种 其实我早都早都早就给忘了啊 那么现在推了对面的一路呢 对面 对面其实说实话 最最厉害的啊 然后最最最就是 这还是地精撕裂者 但地精撕裂者这一盘呢 啊 肯定 也是半个受害者 因为他一个人好好玩 队友都在吵架 那么你说 都好好玩能赢吗 肯定能赢 啊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上高地 其实挺 就是 比如说好好打的话啊 宙斯不要憋A杖 憋一点能保命的 啊 憋一点能保命的 上高地 小狗在那拍 然后地精撕裂者 又又能够切入 啊 我们这呢 一开始虚空是没有装备的啊 你看真的是等到 真的是他们在吵架的时候 我们才刷起来的啊 尤其尤其这个 就是说尤其我肥了之后 他们那个单 被我单抓了很多很多啊 然后又出了A杖 秒人非常快 他们又找不到我杀不到我啊 然后到之后宝石呢 又把他们的视野全给清了 其实我就怕这局 大家很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光看他们打字了啊 但是蓝猫阵雄 确实是最热门的英雄之一啊 然后 也是比较 就必须得学的吧 因为那 8三这个版本 你要打中单 蓝猫阵雄 你不太会的话 就不太能提高性能 你看对面这个地精撕裂者多肥啊 兵甲龙心 根本打不动它 啊 根本基本上不吃我们的物理攻击了 也就是虚空 能够打打他 虚空一个大罩住了宙斯 你看 最佳打脸 看到没有 这赏镜 你自己给你自己挖的坑 这和我 不能怪 不能怪我 你看我这蓝猫给他们打的 就是不能杀死我 心态必须得好 人有俱散 月有圆缺 手中无剑 心中无尘 不想善恶 不问好坏 乘风而来 随缘而去 用Dota2这个蓝猫 这个配音 如果Dota2 Dota1有Dota2的配音就好了 风暴之灵 走远了 我看一下 现在可以随便玩了 对面 基本上已经放弃了 但是最后一波呢 我得抓住 我得 我得 我得抓住 因为我现在这个 现在我的 攻 好 大半张地图 直接扬 A一下 冰甲开起来 拉一下 红杖滚一下 漂亮 豪化 豪化 为伤 取对方 大哥性命 你看这神装蓝猫 给他打的 你要是真的 就是双方都在 非常胶着的局势下 这个蓝猫的作用 真的是大的 没话说 你也不要说什么 有BKB 或者是有这种 磨免的技能 单代线 基本上你是反应不过来的 因为他在滚的过程中 就直接 直接养你了 养你之后呢 那一套 你得挺住 那一套 哪一套呢 就像我刚才那样的 养你 然后养是这个 我现在这个 已经记不清 2.5秒 还是3.5秒的 A你 然后 A完了之后 冰甲开起来 等你快 就是 等你快 恢复的时候 再一个拉 把你拉住 什么红杖什么 都往你脸上呲 你看这一套技能 你滚的时候 就已经 滚掉你这个 差不多三分之一 还要多一点血 多一点的血 血了 又是27个 血迹池 31杀了 他们整整了 备受一个小时的 煎熬与折磨 当然 我也被喷了 一个小时 好 那么谢谢 全场爱好和平的人 这期视频 做完之后呢 我只想 我会发现的